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 川连凤凰文天字冠它的真伪 这件器物 我在前面做了一个视频 就叫做明成化斗彩川连凤文天字冠 道代吗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很多的朋友的留言 那么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不太会分辨 有一少部分的朋友答得很对 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个原因写得很清楚 但是呢 我知道可能也许是他比较懒惰吧 就没写那么详细 但是呢 他至少也能看出问题来 首先呢 咱们鉴别一件刺奇的真伪 就是要看它的气形 那么这件防品它的气形出在哪里问题 第一出在这盖上 盖呢 就是在现在存世的天字冠里边 除了有这个瓶罐 就是这个盖呢 上面没有这个宝钮的 那么在景德镇育儿厂有出土了 有宝钮的 我们幸好呢 还可以有这个东西来做对比 那它的盖 在盖本身的这个弧度上做的就差 然后宝钮做的也不对 另外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罐身上 那么这个罐的它的尖太疯了 然后胸腑到足这里头收的这个弧度不对 而且呢 这个罐的底的这个口径 这个底径 比这个真正道代的东西要大出来不少 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凤凰文 凤凰文呢 它画的也是不属于 完全不符合成画时期的画的 我们看成画时期的青花 画的这个凤凰文 然后呢 你看它的这个凤凰文画的就能看出来 那么我们再看呢 就是所谓的它的幼 它的幼呢 我后边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看出来 咱先看彩吧 那大家看哈 它的这个绿色 黄色 跟成画时期都浓艳了许多 这就是典型的现代房品的特征 另外呢 青花大家对比看也是不同 这个红彩也是不同 这绿彩都是不同 黄彩都是 它就是浓艳了太多了 成画时期呢 那它这个黄呢 有的时候呢 它犯绿 这个绿呢 有的时候犯黄 这就是它特别奇特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 保牛 这个注意放大了一点 看 然后呢 这个盖的 这个罐的这个盖 这个弧度是不对的 看出来了吧 这个眼睛就是尺子嘛 另外那色彩 还有青花对比 一看就看得出来 我们最后要看呢 就是看它的圈足和款制 那么成画时期的这个呢 圈足 大家看 做的这个 糯米胎 然后它这个呢 就是太新了 而且呢 这个它所谓的仿糯米胎呢 就是仿得太刻意了 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另外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天字 的写法 大家对比着一看 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